來看到臺南市長黃偉哲 為了推動了5G應用 他特地北上除了見證5G臺南隊正式成軍 也宣布未來臺南會成為臺灣第一個 將5G技術應用在公共領域的城市 5G臺南隊正式成軍 5G獨立網組原型機的公開 除了展現我國網通設備 以及能和歐美業界並駕齊驅 臺南市未來也將成為臺灣第一個 將5G技術應用在公共領域的城市 在自家車的方面我們就可能實際上應用 第二個在綠能發展 第三個在城市治理上 雖然臺南浮原很遼闊 那看起來基礎設施都還是有時候 還比不過在北二都或是說北部的都市 但希望在5G的應用端方面 可以讓我們從看到人家的車尾燈 現在可以在彎道上超車 從設備提供技術提供到終端服務 超前部署的5G臺南隊 打造出全方位服務 黃偉哲也表示 期待台南在整體施反模式成功之後 能夠與更多新創業者合作 將成功經驗複製到國外 除了提升台南的國際能見度 也為產業帶來新活水 記者和南強賴君台北採訪報導 從前备有我和你 從前备 從前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